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只是一体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达如实行 有的时候是在身相中去启行的 过不时他就告诉你 五就是太阳大照的时候叫做五 所以他会算时间大照 大照的时候叫你不时的意思就是 你不是会再去忘取种种欲望 去取出任何欲望 欲望最强烈就是食欲 食欲不是指着吃饭 食欲是包含六根六成的 眼食色耳食身都是食欲 但是这个食欲中太差了 眼睛食色啪就到色了 对吧 你根本没有检测的余地 耳朵食身就就声音了 已经在你耳朵前面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上面检测 唯有取食的时候 它也就是一个食相 也就是一个 你当下可以看到 你食中的所有些心中 跟生根行为的动作 所以你在取食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那种欲望 那种心中的动作 酸甜苦辣入蛇之时 那种心里面的棉味 蛇根上的棉味 你都很清楚 当你明白清楚时 事实上你就是清楚 决心中明白这一些食欲 决心中明白这些食欲 就如同太阳正照 你在感受之中都要明白 如是正照 将来九二九之后你就能守住 你在每个念头起初 眼睛见色耳朵纹身 都不能离开如是正照说见色 不能离开决心中的大照说纹身 所以要假借行为上的过无实 将来你不断在词的时候 你会懂得道理 将来在每个眼睛见色时 耳朵纹身时 都不能离开大觉的正照 不要是大觉正照是什么 就是我跟你讲的 每个感觉当前 你要知道决斗者谁 不就是大觉正照 你要躲在感觉中就叫暧昧 那暧昧就是什么 暧昧就是未识 午识过后就是未识 未识叫假个日 就是暧昧的魅 暧昧的就是魅识 所以你绝对不能够 在正照说种种识 不能够在眼睛见色 不能离开大觉正照说见色 耳朵纹身不能离开大觉 正照说纹身 所以假如说你在心中 要不明白如是道理时 你假如借平常的生活修行 在过午的时候 你都不取食物 但拿这个东西回向给 在每一个当下 六根六成应用上面 你都能够如是反观 这个过午不识 将来能成佛作主 不然一般人的过午不识 你以为就是午后不吃 那个不见得成佛作主 咱俩在家里面有过午不识 怕饿 很差 不行 你真的有点太 太少了 你讲怎么又参这个心心 对啊 你要是真的在心理上 才能过午不识 就是一种帮助 就是过午不识 它不是一种行为 它是用行为之中 慢慢就要表明心中发心的 所以不睡高广大床 不香花曼徒生 都有道理的 对吧 你不要躺在那个感受的 你过去最习惯的那个广播中 不躺在那里 平常你就深根 就不躲在感受的 最好是你习惯的广播 有的时候身体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就是我们想吃 不是 有的时候也很难讲 现在因为气足 有的时候为什么中门后来开放 上个蓝船那么坚持过午不识 但年纪大了它一样要识 喝粥水 气肉不一样 气也不足 你能再气不足啊 那么年轻人 你生啊 我说你再气不足 但还是在旺事 你跟那个年纪大 那个不足是不一样的 它已经是衰了 年轻人再不足也是旺事 我们是衰了 所以有的时候它就会允许年纪大的比丘 它又有一些流脂 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三顿 它也吃不多了 但你平常就要吃的 所以后面它叫药食 等于吃药 所以没有一条戒律 是只是借你的生根行为 但是也没有一条戒律 不是在生根行为上表达的 那生根行为上你要入心的 不睡高广大床 不香花麻土生是为什么 不过我不识是为什么 什么心性是不过我不识 不香花麦是什么心性 不杀不到不赢是什么心性的 决心从来不坏一切觉 所以不杀 决心根本没有 决心从来不在一些感觉之中 有任何妄想剥夺 所以不到 决心从来不淫乱于各种种感觉 所以不赢 决心在感觉之中根本不是妄 决在绝黑绝白不是妄于黑白 所以它根本不妄 决心从来不会迷惑决心 所以叫不酒 不喝酒 我好像讲那个 西游记的时候有拿这个 八戒写过那个诗 对不对 记得吗 这八条戒 写过诗 《沙刀引往香花土曼》那些 有写过那个诗对不对 我讲西游记的时候 西游记的时候讲谁 我讲猪八戒的时候写过这八条戒 那个记子呢 看得到吗 有没有看大概忘了 大家网络上不知道在哪里看得到 对我记得网友 刚刚看了 直接开始有后方出面了 那现在已经找了 西游记 大家西游记看网络上有没有出的来 《自然法师续游记》那文稿 找不到那个八戒了 是吗 那个文章吗 要不要写 你看这个戒杀 我看 我看 大决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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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决一体本无分 谁在此中妄作真 性质无真不道解 安住十方不清损 就讲到这八戒 那复制文字下来发给他们 你看那个文字讲那个 那个叫过我不识 非识时 那怎么讲 我怎么写 不非识时 姐 师傅您说 比如说就像他说那个 就是我是做了 但是我自己是 我也没送 八戒再接 我也没送他了 那我就自己去做一下这个事 就是刚才说的 您说这几条 是一样吗 不一样吗 不一样 但是这个自己 有的时候自己做看阴地法行 然后是要是在八戒再接 要去受 就算自己在佛前受 八戒再接也不一样 但是他的法行是因为 他认为身体不需要 虽然受了 持得过五 持五 但是他的阴地心是看身体 对 那样在你这说一个八戒再接 我就觉得 占便宜了 不对 现在 你可以每天都已经持五了 所以就方便 你在说不安 再见的时候 把今天那个看着身体的转向 见到自信中 那就不叫占便宜 就是 你可以随时转一个方向 变成另外一种虚析 是吧 因为有的人他叫他过五不识很难 他会饿 已经习惯了 就假计那个过五不识 用多一分思维 为什么过五不识 所以那个就不能用占便宜一想 你就是善用方便 我就觉得那种反正是有点贪 有学验 贪什么 贪爸爸在接 就是贪的功德 所以说刚刚讲说 假如说你把受戒当成一种行为 那是贪功德 但你要受戒 你认识知道原来是让你一次一次熟悉 再熟悉 那是道理不同的解释 道理不同的认知 哪 哪怕是你已经习惯的过五不识 就在另外一种角度去思维它 那你每受一次就是与次不同的认知 你要熏悉的这个 这个叫不同认知是要靠长养的 那不叫贪 所以大制度论中讲 众生要表托生死要断贪嗔痴 对吧 但是贪嗔痴 但是要是善用它是善性 一个人学法如果没有求法欲 欲就是胎 他怎么能求法呢 对吧 所以一个人在求法之中 若是没有那种心中的那种勇猛心 那叫撑啊 那怎么能成就了 一个人在求法的时候 若是没有那种赤诚恳切 就这一心的那种投往 那过去那叫吃 把它当成善法 是吧 是不年恋我说的就是这个 嗯 绝绝不备 绝绝不备 绝当照 正照之时时可超 内时而时时随舵 时轮涉化 正巴表 对吧 对啊 这个是以前我写的啊 但是 我好像西游记没讲得很 因为那时候西游记只是 人家突然我写完我没有要想要讲 突然叫我讲两小时把它讲完 所以讲得很仓促 那我自己写的我其实可以讲很久的